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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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娘 叔保 你不是到唐大人那里报到去了吗 我已经被安排到历城屯当屯长了 那好啊 以后你也可以回来住了 娘啊 我还是想住在屯里以身作则 这样的话给士兵做一个榜样 难得你明白同甘共苦是治兵之本 娘赞成你这样做 你喝酒了 对啊 屯里出了一些事情不太顺利 所以到老甲那里和凡虎喝了两倍 喝酒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你爹说过 治兵不是靠权力 是靠威信 不是靠恐吓 是靠了解 权力和威信 都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起来的 一步一步来吧 我明白了 您就歇着吧 我过去看看荣荣 等等 叔保 荣荣可是个黄花闺女 你深夜穿房过涉的 二人独处 你不觉得有点不妥吗 娘 我们两个人都是手里之人 而且在路上 我们两个人也是单独相处 您就放心吧 你没听过人言可畏这句话吗 你们两个人深夜独处 要是让外人看到了 会以为荣荣是个随便的女子 你让她以后怎么见人呢 娘 我只是想过去看看荣荣 你是我生的我养的 你心里面想什么 难道做娘的还不明白吗 你要是怕开口的话 跟娘说一声 娘会替你是去说的 娘 复仇未报 孩儿不敢去想儿女思卿 而且荣荣大笑在身 爹娘冤情带血 在这个时候跟她说这些 我觉得不太适合 还是顺其自然吧 娘 您就不用太操心了 你呀 要拿这些理由来推堂 我就无谓插手了 不过我要提醒你啊 人世间很多机遇是一瞬即逝的 你可不要让大好的姻缘溜走 荣荣可是个难得的好女子 千万珍惜 你怎么办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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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是白探了 对不起 蓉蓉 我是为如何支离好历城屯而烦恼 村里的队长网自尊大 目无君记 把我这个新来的屯长 根本不放在眼里 我看你的房中 放了布孙子兵法 你为何不仿效前人 吴王两妃以窄孝悠呢 杀鸡儆猴 我有办法了 樊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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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晚什么事啊 跟你借几个兄弟用一下 兄弟 什么 跟你借几个衙门里的兄弟用一下 谁呀 一大洗澡 快叫猛哥 猛哥 猛哥 快起床 起床了 有人敲鼓了 猛哥 快起来吧 起床了 谁这么吵啊 什么事啊 大扇子 让不让人睡觉啊 什么事啊 没有清醒啊 还有金人啊 没什么事啊 没什么事啊 没事回去睡觉了 大家都给我站好了 我叫秦叔宝 是你们新来的屯长 既然唐大人把历城屯交给了我 那我就有责任把这里管好 为了从严执行 我新定了军规 我从唐大人那里 借了四名执行官 屯中早就有军规 为什么还要你来定啊 有吗 可我现在根本就感觉不到有军规的存在 全体立正 你 叫你立正为何不立正 执行官 在 把他押下去 仗责二十 诛出吻吞 是 由今天开始 凡六十岁以上 既有伤病者即刻立屯回家休养 只两个月均享 凡四十五岁以上者 只需要负责本屯的农物 储物及库物工作 不用参加军务 其余人等 早晚两刻不得无故缺席 本屯禁止酗酒赌博 所有赌具一概没收 从今天起 没有我的批准擅自离屯者 军法处置 屯长 我要问一问 屯中是不是所有的人 都一时动然 当然 队长犯事 加倍处罚 屯长犯事 四倍处罚 听明白了没有 听明白了 大娘 蓉蓉啊 把你吵醒了 看你眼红红的 是不是一宿没睡啊 是不是一宿没睡啊 大娘 真难为你了 没事的 我只是做得高兴 所以就停不了手了 你不想到镇上给布店老板看看 你也一起来吧 好啊 你不想到钱 你会得到钱 尽力 公司 你得到钱 快 快 只有班长以上的才能多加快肉 我们这种职位低微的士兵 只能多吃白饭了 团长放心 你的饭菜肯定是最好的 从今天开始 团里所有人伙食都要一视同仁 不分职位高低 大伙吃什么就给我吃什么 是 这是人吃的吗 把厨房老张给我抓来 没用的 这是姓秦的下的命令 现在团里的每个人都一样 都吃这东西 他也一样吗 是啊 刚开始我还不信 后来我跟李三我们俩出去瞄了一眼 他还吃得津津有味 那是他饭贱 我们干嘛要跟他一样 走 我们出去吃好吃的 走 孟哥 算了吧 新官上人三把火 咱们千万别惹这火 还是忍一两天吧 我就不信他敢对我用强 大不了我们跟以前一样 和他对着干 出了什么事 我背着 走 跟我出去 孟哥 可咱们去哪儿啊 这历城是姓秦的老家 咱们前脚一进城 后脚他就知道消息了 咱们吃也吃不得安心 还不如不去 是啊 这样吧 咱们不去历城 咱们可以去远点吗 是不是 找个远点的地儿 赶快吃赶快回啊 走 走 各位官爷 我们这可是 这可是小本神区 大胆敢找我要钱的 来 大 下来 老爷 又是准备你 打 走 走 走 站住 狼王 关你什么事 你们吃饭就要给钱 大人就要给双辈 快走 大哥 你看 你看这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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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过了 娘 我回来了 回来了 拥挤的钱你收到没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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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哎呦 站住 哇 娘 别打了 别打了 娘 别打了 娘 娘 你没事吧 你骗我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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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帮我叫大夫 大夫 快点 快 快 快帮我您看一下 好好好 娘 大夫 怎么样 我娘到底怎么回事 你先别吵了 你这么一吵 我怎么把脉啊 怎么样大夫 你娘 你娘 是不是一直有这个喘病啊 是啊 但她以前从没这样的 那她是不是吃过又甜又酸的东西啊 前两天吃过糖醋鱼 这下就坏事了 你娘这老毛病啊 最寄酸甜来冲撞 这一撞就撞出疯了 大夫 我求求你一定要救我娘啊 我只有这么一个娘 我求你一定要救她 你先起来再说嘛 有话好好说嘛 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倒是有一个骨方 可以暂时治好你娘的病 可是 可是什么 房上的鹿绒 龙肉 野参 都不是一般的药材 价格都很昂贵 最麻烦的是 你娘至少要连续服上十天以上 才能挽回她的病情 可那么多的钱 大夫 救人一命胜造契机 你 随便了 总之你一定要帮帮我 日后我做牛做马 一定会还给你的 好好好 我玄乎即逝的 也并非全是看在银子的面子上 看你这么孝顺 我就先赦给你 不过 我这小店里的名贵药材 也只够你娘服务五天的 剩下的 你还是得到镇上去买 可是这么多银粮 这 大夫 我求求你 你怎么要多很多 我可以帮他们 砍一辈子的柴还钱 大夫我求你了 战夫 小成啊 这些柴钱你赶紧拿过去 周大夫 救人要紧 这些你先拿去买药 难得小成一片孝心了 钱不够呢 我们再想办法好不好 好 多谢两位兄台 多谢两位恩公 好好 小成啊 看好你娘 我这就买药去 老板 那些钱 你什么都不用管 先知好你娘的病再说 好了 好了 你先好好看着你娘吧 喝酒啊 听说宝 你不让我喝酒 我就别喝了你 算了吧 某哥 何必放在心上呢 不行 我就不信我打不过这个乡巴佬 改天 我一定要好得他打一次 行 跟他打 你们要干吗 没我的批准 私自出营 拿下 是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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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柴爷 柴爷 今天早上我刚刚宣布了新的军规 没想到到了晚上 就有人以身释法 现在我宣布 王猛 李三辰二 魏德批准私自出营 各发军仗十仗 王猛身为队长加倍处罚 各扣军饷半月 等等 李三辰二 是我逼他们去的 这个事情和他们没什么关系 如果你要罚 你就罚我吧 他们的责罚我背着 好 有意气 就看在你有勇气承担的份上 简心实账 李三辰二兵将一等 王猛仗则三十 扣军饷两个月 是 来吧 用刑 是 王哥 怎么样 团长寻影 团长 王猛怎么样 有劳了 三十军官我还死不了 死不了也不好受 这样吧 你休息三天 这期间不用参加日间操练 不用了 我不想有个人的借口 说我五辜缺席 违背了你的心盈规 那随你 你喜欢来就来 如果你不来的话 我也不会怪罪于你 我要休息了 好 那我走了 他 快点 我走 快点 我走 伤心 你先走 一走 娘 我知错了 你别生气啊 我以后不跟人家打架了 你不打我 我自己打自己 别打 打坏了 哪有钱给你治啊 快点把我扶进来吧 你要把我病死啊 娘 娘 我以后不敢跟人打架了 娘 你可是回家 娘 娘 我想着 娘 셋 娘 我娘 娘 我娘 这是强出头 为了一点小事跟人家吵得头破血流 打死人怎么办 咱们再逃亡 那我以后不会再都敢闲事了 娘不是不让你管 娘是不让你管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这小事多了 那你说 隔壁那个河嫂买药 少了二两你去管 那六叔家的鸡丢了你也管 这都是小事 你要管就管大事 不能管那鸡毛蒜皮的小事 但是我次次看到那些狗兵在那持强凌弱 我就看不过眼 我想把他们一个个砍成两段 以前的教训还少吗 你说咱们家现在又要还拥挤钱 还要给我买药 这日子怎么过呀 娘 你放心 我以后会多砍戒柴 一日砍五百斤柴 卖远一点的地方 多赚点钱 让娘你不用受苦 光靠你砍柴怎么能过生活呢 后面的山都快被你砍光了 下雨阴天柴不好卖 那是春天的活 娘早跟你说 要你找份固定的工作 有个固定的收入 咱们好把日子过得好点 给咱们娶媳妇生孙子嘛 是不是啊 娘 你先休息一下 你先睡会儿 我出去砍柴了 我走了 你先休息一下 我忍不住 娘 不住 与娘 那她在这里 又是爹 一老白 你可能不住 他我ür Ouais 我给你看点东西你就会明白了 我们到时候再研究吧 不去不去 为什么呀 我知道程兄喜欢吃饭 还叫家里用鸡油蒸了香米饭 就等你过去吃了 鸡油香米饭 好像很好 但我今天真的不行啊 我要砍五百斤柴啊 砍柴可以明天再砍嘛 你放心 咱们今天不谈生意只管吃饭 我是很想去 但是我今天要送柴去东村 送完东村又要送到西村 跟着还要回家陪娘亲看病 我不砍柴 哪有钱给娘亲买药吃啊 伯母病了吗 小喘呢 都是你不好 那天吃什么糖醋鱼 我吃糖醋鱼 跟伯母的病有关系吗 当然有了 你不吃糖醋鱼我就不会打包 我不打包娘亲就不会吃 我娘亲不吃 那旧病就不会复发 那旧病不复发 那就不用买鹿绒啊 当归也这些贵药给他 我不买贵药 就不用到这里砍五百斤柴啊 是小弟不对 那你很辛苦了 为什么不考虑合伙跟我做生呢 哎呀你真的好烦哪 我娘亲都说不行了 好好好 不谈就不谈 这是小弟的一点心意 给伯母买药吧 嗯 心领了 我娘亲说不可以受人恩惠的 这算什么恩惠啊 朋友有难 小弟帮一点忙是应该的 来收下吧 我都说不可以了 万一我娘亲知道又要骂我了 你还是拿回去 下次再请我吃鸡油饭好了 既然你坚持 我就不勉强了 如果有什么需要小弟帮忙 你就到大树林那间 红色门房的房子找我就行了 谢谢你了 伯大哥 总之呢 我娘亲病好以后 我就去找你吃饭了 别客气 我们是好兄弟嘛 随时欢迎你 我不妨碍你砍柴了 先走了 鸡油米饭 要怎么回事 可能你这么七众 不管在这里 我只是顺便 我身上的女人 认识她 verd兰 你扫养了 是去哪里 医院的女人 他终于责任 人家的女人 知道你娘在我那儿看病 就二话不说 留下一锭金子 说是啊 给你娘买药的 你不认她样子 长得瘦瘦白白的 像个生意人 她说啊 是你的兄弟 尤大哥 尤大哥 你什么时候多了个兄弟啊 我迟点再跟您说啊 谢谢你啊 大夫 好好好 我去配药了啊 二位 告辞 药金哪 不可白用人家的药啊 从今天起 咱们俩节省一些 把人家的钱还上 嗯 我会的 招兵啊 是你去吧 你的家里没事 不如去当兵去啊 给三两银子拿 你看 借过多少 大哥 上面写什么 这你都不认识啊 这是大隋国的招兵告示 一个月给三两银子呢 哪找这好事啊 得着机会还能升职 我跟你说小伙子 就你这块 我去啦 准给你大头兵的 赶紧去吧 那媳妇 说话这么快干什么 着兵是吧 我常要进一事做牛做马 做猪做鸡 都不做你狗兵 呸 看什么 不准看 走啊 不准当兵 走啊 这几天训练 大家都辛苦了 现在我有件事情要和大家说 大家也知道 最近我们团里招兵的情况 不是很理想 最关键的是 百姓对我们军队的印象不好 这几天训练 这几天训练 现在我有件事情要和大家说 大家也知道 最近我们团里招兵的情况 最关键的是 百姓对我们军队的印象不好 我决定 从今天开始 我们到附近的村子里 给农民做一些义务的工作 一来呢 我们可以锻炼身体 第二 我们可以让百姓 改变对我们的印象 我不同意 我们的部队是用来打仗用的 不是民工 更不是苦力 凭什么他们做的事 让我们去做 可是你不要忘了 我们的军饷 是从百姓的税收里来的 为他们做点小事 有什么不可以呢 军队有军队的尊严 要去 你自己去好了 我们不去 我们不去 王马 你这是违抗军令 军令要我上阵杀敌 我死也不会坑一声 可是让我去做苦力 我凭什么扶你 你不扶我 是 自从你来到这里 私定军规 可扣军饷 上上下下怨声载道 你是个小小的棋牌令 既没有资格 你凭什么领导我们 那我要有什么样的资格 才能领导你们呢 军中有一句老话 叫做自有强者当之 如果你能证明你比我们强 我们就会听你的 是不是 是 那你要我怎么证明 过去在军中最强的就是我 过去在军中最强的就是我 你要是能胜了我 我们就扶你 怎么个比法 军中以武为尊 你我比试一场 你若胜得了我 我就听你的 好啊 你之前受了军棍 身体尚未康复 为了公平起见 我就单手让你 如果我用了双手 就算我输 以后我就听你的 自不量力 你找死 pH 蛤 incr 몸 你立法千军 如果再沉闷一些 会更进一步的 我既不如人 怨度服输 弟兄们 从今天开始 他说什么 我们就听什么 他说一 我们不说二 知道了没有 知道 好 所有人听我的命令 今天我们到小光村 给村民羞怒 是 这边 往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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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个好了 大家都抓紧时间啊 争取 在天黑之前把桥修好 是 这么热的天 我们干嘛受这种苦啊 歇会儿 我们脑子进水了 我们还不如开山的呢 来 喝吧 来 谢谢乡亲们 弟兄们 快喝吧 来 喝水啊 天气这么热 是 你们真是辛苦啊 是 喝完水啊 来 再吃个梨 真是好感谢你们啊 这座桥啊 不知坏了多久了 我的脚 就在这里摔了好多次了 都是你们好为我们老百姓着想 真是感谢你们啊 大妈 你不怕我们当兵的吗 有什么好怕的 大家都是人 你对我好 我对你好而已嘛 大家开开心心 不就是很好的吗 是 是 来 吃个梨 谢谢你啊大妈 谢谢了 来 谢谢 谢谢 秦大哥 怎么了 我可以叫你秦大哥吗 当然可以了 有事吗 你说 我才去这么多年 就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高兴过 是你让我知道帮助别人 是这么快乐的一件事情 你能明白就太好了 谢谢你秦大哥 我保证你以后啊 一定会成为一名很好的将军的 我从没吃过这么甜的梨 参见大人 什么事啊 真有此事 不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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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对 太好 不要紧 往后 要我先来呢 叫什么名字 王友 怎么有这么多人排队 你不知道吗 听说新来的屯长治军十分有道啊 常常带领手下帮助百姓做好事 这么好的军点哪去找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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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秦叔宝 末将 不知道大人前来 有失远迎 还请恕罪 你怎么会有罪于我呢 倒是让我大吃一惊啊 说说 怎么在这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就让这群残兵弱将 变得如此英气威猛啊 属下不敢鞠躬 只是方法有所不同而已 有何不同啊 属下以为 治军要以正军风为首任 颜民军纪必须身体力行 方才能够服军心正军风 而更重要的是 要使军队服务于民众 强军出于百姓 只有得到百姓支持的军队 方如有源头的活水 源源不断 好 果然 靖边侯没有看错人啊 大人过奖了 报告团长 门外有村民送来粮食 把粮食收下 按释价付钱给来人 务必让他收下 是 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啊 其实 这治兵之道 并非无人明白 只是身体力行的 寥寥无几啊 秦书宝啊 你小小的年纪 竟由此魄力 真是可喜可畏啊 秦书宝听令 末将在 你治军有功 今命你特赴长安 为岳王阳素 进献大寿贺礼 你要记住 此番路途险恶 盗贼如毛 你要万事多加小心啊 待你功成回来的时候 官升两级 另有嘉奖 大人放心 属下一定不辜负大人所托 大人 属下还有一事相求 说吧 属下远行期间 屯长一直想要队长王猛赞代 好 我相信你的眼光 王猛 在 我做以后 这里就交给你了 希望你不要辜负我的期望 多谢大人和屯长栽培 小人一定不辜负屯长的教诲 小人一定不扰民 不欺民 为民多做好事 好 好 书宝 马上随我回府 点击贺礼 急至出发 早去早回 是 大人 两位兄弟 麻烦你们在这等我一会儿 好 娘 书宝 怎么回来了 唐大人派我去长安出趟差 我回来跟您说一声 又要出远门呢 只是去送趟礼 不会有什么事情的 好 蓉蓉呢 你这孩子 我就知道你不是单位我回来的 你的蓉蓉去布行送布去了 娘 你又胡说什么 我只是想跟她道别一声 你紧张什么 又不是生离死别 等她回来 我告诉她就行了 你再不上路 天黑之前 赶不到下一个驿站就麻烦了 人家在等着你呢 那我走了 娘 娘 我担心 就这样 冤枉 人家坐着 那我拿着安芳omy 母 母 秦叔宝 秦叔宝 听说过 听说此人侠肝义胆 都称他是英雄的 我早就想认识他了 难道有这么好的机会 副帮主 你一定要给我们引荐啊 这是当然了 看 有只肥羊 对啊 好像是 我们过去看看 好 走 听说附近有响马出入网 还个个形同鬼兽呢 你 要想过山路 留下满路残 好 敢问英雄高姓大名 说话 你听说过强盗 会留下名字吗 在下有命在身 押送货武前往长安 还望英雄高抬贵手 在下感激不尽 看来不给你点厉害 你是不会走的 住手 王大哥 秦兄 王大哥 好久不见了 傅帮主 你怎么跟他称兄道弟的呢 你们两个太莽撞了 这位就是你们很想认识的 小孟长秦叔宝 原来你就是秦叔宝 我叫齐国远 外号翻山豹 我叫李如归 江湖上叫我林中娇 刚才多有得罪了 多有得罪了 幸会 秦兄 这两位是邵华山寨的寨主 是我刚收的帮中兄弟 他们的行动有点鲁莽 请你不要见怪 是 怎么会呢 不客气 王大哥 你怎么会在山东出现呢 我受帮主所托 带口信给你 想不到不用去厉城 就在这碰上你了 什么口信 二哥他好吗 帮主托我问候你 还想找个机会 和帮中的兄弟 来厉城和你聚一聚 我也很想跟大家 都见一见面 我想是今年我娘亲的寿臣 把大家都请来 好好的聚一聚 好啊 那我们等你的消息 对了 那么晚了 拿这么多礼物去哪里 我要带这些货物去长安 去献寿礼 长安 好啊好啊 副帮主不如这样吧 我们陪秦大哥先到长安 完了以后再去会见帮主 你说好不好 是啊是啊 秦大哥一人上路很危险的 我们可以帮他挑挑担子 二来还可以保护他 是啊 听说今年杨素贺寿 朝廷为他办了一个特大的灯会 我也想去看一看 既然大家那么高兴 好 那我就顺从大家的意思 一同前往 好啊 那我们一起上路 哎哟 我的头好痛啊 我这头太痛了 娘 来 哎 我说这是个好事嘛 你人高马大的可以去当兵 百姨上面喜欢你 那至少是个好事情嘛 啊 娘 你叫我做牛做马都行 你要我穿这些狗兵官服 跟他们一起去压百姓就不行 娘 喝药 喝药喝药 喝什么药 我不如去死的好 生了在这病了 哎哟 你这个小王八高子 我养回你容易吗 你看人家何嫂家的阿元多孝道 人家当了兵 挣了钱 盖了房子 娶了媳妇 你看看你 这一身力气就会打柴 有哪家的姑娘可嫁给咱们家呀 我看成家香火最要断在你身上了 我 娘 不要叫我娘 哎呀 咬金的爹 咬金的爹呀 我对不起你呀 这孩子不孝顺 我 我只有意思了 意思才会对得起你 娘娘娘我答应你了 我答应你了 郑长 但是你要好起来我才去 郑长 好了 好那我明天就去 好 我是有杀手 在这里 一大人 你说当兵去哪个军营好兄弟 那还用说呀 当然是秦影了 那里的团长治军有方 部下纪律严明 跟着他肯定会出头的 谢谢老 对不起 你认不认得秦字 秦字你都不会写啊 你念过书没有啊 没有 不如你教我